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我婆婆 保孙心切 结婚半年后 我的肚子还没有动静 婆婆就丢下农活 从老家来到我们小家常住了下来 说是我和吴海洋工作都挺忙 她要留下来照顾我们的生活 做做饭 洗洗衣服 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舒服 这是专门来盯着我的肚子吗 但婆婆来了后手脚麻利 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确实把我从一堆家务中解放了出来 每天下班回到家就有热饭热菜吃 就连碗都不用洗 前前对婆婆的那点小意见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对吴海洋说 你妈妈在这里也挺好的 我们可以专心搞事业 我海洋撇了撇嘴纠正我 不是你妈妈 是咱妈 还有 我们家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我专心搞事业 你专心被孕 婆婆为了让我尽快怀上孩子 不仅不让我吃我最喜欢的火锅 还四处搜罗偏方让我吃 说是吃了容易怀孕 我也很配合她 不管心里多馋火锅 也忍住不去碰 不管偏方多难吃 也闭着眼咽下去 可半年过去了 我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我心里着急 我婆婆更着急 她开始经常在我跟前念叨 小霞呀 你马上就三十五了 再不生就来不及了 我心里有气 是我不想生吗 我天天这也忌口 那也忌口 天天吃你弄来的各种偏方 我容易吗 再说 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怎么不催你儿子吴海洋 光给我一个人是加压力呢 就在我和吴海洋商量着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们俩身体有啥毛病的时候 孩子却悄无声息的来了 我拿着验韵棒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吴海洋说 老婆 你别担心了 是两条红线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不会错的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怕是一场梦 立马给单位请了假 拉着吴海洋就去了医院 医生说 胎儿气周了 发育得很好 我拿着运检报告单 喜极儿戏 一是高兴自己 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孩子 二是终于不用再吃 那些稀奇古怪的偏方了 婆婆得知了这个好消息 笑得像朵花 什么有营养 她就给我做什么吃 我一下子就胖了起来 自从婆婆来了之后 吴海洋就彻底当了甩手掌柜 下班回家后只顾着玩手机 我看到婆婆忙前忙后 有时候就喊吴海洋干点活 收个衣服啥的 可吴海洋一动不动 婆婆还责备我说 小侠呀 海洋他上了一天班也挺累的 这些活你就不要喊他干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婆婆来了之后 吴海洋是懒到了极致 我让吴海洋陪我去产检 他说让婆婆陪我去 他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要好好睡个懒觉 我让吴海洋晚饭后 陪我散散步 他说让婆婆陪我去 他要看球赛 每次婆婆都说 他儿子忙 他儿子累 由他陪我产检 陪我散步 是一样的 婆婆和丈夫的陪伴 怎么能一样 但一旦当我坚持 让吴海洋陪我的时候 他都会说我矫情 后来我也心灰意冷了 不再坚持让他陪我产检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只要有婆婆在这儿 给他兜底 他就永远不会承担 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胎儿五个月的时候 婆婆神神秘秘地说 小霞 我找到了一个熟人 在医院工作 我拜托他给看看 你怀的是男孩女孩 他答应了 我知道婆婆是想要个男孙 但是我心里 不管是男是女 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会倾尽所有去爱他 所以我并不愿意 去查孩子的性别 就拒绝了婆婆 和吴海洋去软磨硬泡 一会儿说提前知道 胎儿性别 就能提前准备孩子衣服 还能提前取好孩子的名字 好处多多 一会儿又说 他妈妈求了好久 那个熟人才勉强同意 给我们看胎儿性别 不能辜负他妈妈一番的心意 我最终不得不同意去检查了 得知我肚子里的是个男孩 婆婆和吴海洋都高兴坏了 婆婆一口一个我孙子 吴海洋一口一个我儿子的笑着 婆婆提前买好了小男孩 穿的衣服鞋帽 吴海洋也终于放下了手机 抱着一本新华字典翻来翻去 琢磨着给儿子起个响亮的名字 家里一片喜气洋洋 婆婆对我的饮食更加上心了 每日各种炖汤不断 吴海洋跟着我一起吃 都胖了十几斤 婆婆说喝鸡汤醉下奶 她特意在屋后搭了个鸡窝 买了十几只小鸡养着 说等我生孩子的时候 小鸡长大了 正好给我坐月子吃 有了婆婆的精心照顾 和吴海洋口头上的甜言蜜语 我想既然婆婆要惯着她 宁愿自己干 也要任由儿子懒惰 就随他们去吧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就好 我何必计较那么多 我摸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子 满心期盼着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孕七个月的时候 婆婆陪我去做了第二次彩抄 却发现情况不是很好 医生说胎儿腹部有个肿瘤 建议我们去省城大医院复查 我和吴海洋到底是没有经验 当时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 快到年底了 吴海洋单位很忙 不好请假 就想着等几天再去省城大医院复查 这一等又过了一个月 来年一月 我和吴海洋坐火车去了省城大医院 医生让我先做一个核磁共振 我们交了钱 但排在了五天之后 我们只好在医院附近 找了一间旅馆住了下来 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 吴海洋并不太担心 他觉得最坏的结果就是 孩子出生后需要做手术 手术后孩子就没事了 可我心里很害怕 待在旅馆的那几天 我天天抱着手机查来查去 胎儿腹部肿瘤严重吗 胎儿腹部肿瘤能治吗 恐惧与不安 像一层厚厚的浓雾笼罩在心头 我在心里不停地默念 老天保佑我的孩子健健康康 我愿意减瘦十年 二十年也没关系 终于挨过了五天 我躺进了那个小小的核磁共振机里 听着医生的指示 呼气 吸气 医生看着检查单表情很凝重 他说是胎儿肠道畸形 而且还很长一截 能治吗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 医生说可以手术 但这种手术成活率不高 即使手术成功 孩子以后也会很受罪 你们要不要考虑终止人生 我的心顿时如坠冰降 眼泪也不知不觉地滚落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问诊室走出来的 等我在走廊椅子上坐下来时 肚子里的孩子突然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吴海洋看见我出来 忙问情况怎么样 我跟他说了 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 几秒钟而已 就皱着眉头说这孩子不能养 我刚止住的眼泪又躺了下来 我大喊着我想要 吴海洋说 你不要冲动 我们的生活不能被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给毁了 你没想过他会成为我们一辈子的拖累吗 我第一次觉得吴海洋是那么狠心 从省城回到家 那等婆婆问情况怎样 吴海洋就把他拉到卧室 嘀嘀咕咕了好一会儿 随后两个人就一起劝我去仙医院迎产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养 我辛苦怀孕八个月 而他们就用几分钟就决定了孩子的生死 李芝告诉我要终止妊娠 但情感上我一时还接受不了 可是无奈我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天后 我住进了仙医院准备迎产 此时离春节不到几天了 别人家都在准备年货 欢欢喜喜过大年 医生给我打了针 只等发作 同产房有一个代产的孕妇 她问我孩子的预产期 我说孩子有问题 我是来迎产的 她连忙说着不好意思 我说没关系 可心里却在流血 我的孩子 她多想来这个世界呀 可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我一个自私又懦弱的妈妈 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都说宝宝都是天使 他们在天上选妈妈 他们选中了哪个妈妈 就跑到哪个妈妈的肚子里 当妈妈的孩子 可小宝却选了我这样一个自私又懦弱的妈妈 自责与歉疚让我的眼里流个不停 夜里十点 我肚子疼了起来 吴海洋和婆婆却都不在 我打他们电话也没人接 隔壁的孕妇帮我叫了护士 不一会儿 我就被推进了产房 等我醒来 肚子已经瘪瘪的 孩子已经彻底离开了我 我问医生孩子尸体怎么处理 医生说会通知殡仪馆的人 带走火花 骨灰会埋了 我的孩子还没来得及 看一眼世界 看一眼妈妈 就这样化为灰 连块墓碑都没有 打针吃要清宫 几天后 我出院回家了 接我回家的路上 吴海洋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没有 她皱着眉说这几天很忙 还要照顾我住院 一肚子不耐烦 进了家 婆婆也没像以前 我怀孕时那样血寒问暖 只是飘了我们一眼 就继续看电视了 口中对自己儿子说 厨房有温着的饭菜 海洋你快去吃吧 第二天是除夕 我躺在卧室床上 听见客厅里的电视 再放春节联欢晚会 婆婆和老公的笑声 不时传进我的耳朵里 听起来是那样的刺耳 孩子没了 好像伤心的人只有我一个 婆婆和吴海洋 不但没有丝毫安慰我 还一副埋怨我没用的脸色 此刻 他们照样有说有笑地看电视 十点多 婆婆送了一碗中药进来 一张脸冷若冰霜 我说我还没吃晚饭 怎么能直接喝药 婆婆把碗中中一摔 怒气冲冲地说 大除夕的 家家都在看电视 我给你煮了药 你还挑剔多 爱吃不吃 我简直目瞪口呆 婆婆之前从来没有 这么粗暴地对我 看我傻傻地看着她 婆婆又气呼呼地说 我们家族从来没有人生过有问题的孩子 孩子有问题 是不是你们家有遗传病 婆婆的突然变脸 让我猝不及防的同时心如刀绞 这么迫不及大地往我伤口上撒盐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气急了 立马反击 孩子有问题 肯定是你给我吃的那些偏方造成的 婆婆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就嚎啕大哭 海洋啊 你快来看看 你娶得好 老婆自己有问题 生不出正常孩子 反倒怪我 你快来看看呀 坐在客厅看春晚的吴海洋 一下子冲了进来 李小霞 今晚是除夕夜 你发什么疯 说着就把他妈妈扶出了房间 砰的一声摔上了门 当晚 吴海洋就把枕头被子 抱到另一个房间 我们分房睡了 深血孩子的我 除夕夜厉米未尽 孤零零躺在卧室 眼泪打湿了枕头 我的心从来没有那么凉过 原来 我以为的一家人 根本就比陌生人还不如 昨月子这些天 我每天吃的都是一碗米饭 和一盘精彩 而婆婆一天只做一顿早餐 她出去跳舞室外面吃 晚上吴海洋不回来吃 她就不做 更不会管我 很快 家里她养的鸡一只也没了 婆婆说 孩子都没了 你又不需要喂奶 就用不着喝鸡汤了 那些鸡养着也没用 我把它们都卖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原来我在婆婆眼里 就只是个生孩子的机器而已 如今孩子没有了 我连喝口鸡汤都不配 更让我伤心的是吴海洋 他借口上班忙 开始不怎么回家 我爸妈远在千里之外 又是春节期间 怕我爸妈伤心 我就没把孩子没了 和婆婆老公对我不好的事告诉他 二十天后 我勉强能起身了 就一个人回了我爸妈家 谁也没告诉 我妈妈听到我的遭遇 眼泪一个劲的流 特别是他知道 我迎产伤了子宫 很难再怀孕后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 果然只有自己的妈妈 才会真正地心疼自己 男人的嘴 果然是骗人的鬼 在妈妈精心地照顾和开导下 我的身体和心情 也渐渐好了起来 产假到期了 但我不想再回去上班 我向领导辞了职 在我爸妈附近 找了个单位当文员 我想好要离婚 一个把妻子当生育工具的丈夫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这期间 吴海洋只打过一次电话给我 我说我不准备再回去 我要离婚 他在电话里骂我 你一个生不了孩子的老女人 要离婚也是我先提 接着 他就把离婚信义书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前后不到两分钟 我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发抖 看来自从我银产 生了子宫之后 他就已经想甩了我了 连离婚协议书都写好了 协议书上 房子车子都归他 只分给我少量的存款 我怒急返校 自己以前 到底是怎么找的老公啊 这母子俩 恶毒无耻的丝毫不掩饰 我突然不想离了 反正只要我不同意离婚 吴海洋就不能找新老婆 而且他们母子 不是急着要孙子吗 好 就看谁着急 感谢离婚冷静期 呵呵 耗着吧 我才懒得管其他 专心养好自己的身体 才是真的 半年后 婆婆突然给我打电话 求我和吴海洋离婚 和我料想的差不多 吴海洋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 婆婆抱孙心切 对方非要吴海洋离婚后娶她 她才同意生下孩子 否则就把孩子打掉 我说要离婚也行 财产重新分配一下 不然我不但不会离婚 还要告她重婚罪 没过多久 吴海洋重新给我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车子给我 房子给我一半 想想差不多 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用这些钱 给爸妈换了一个大点的房子 今后我要留在父母身边 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 想想自己这一场婚姻 前后不到两年 简直如同做梦 期间老公和婆婆嘴脸的变化 简直都让我不敢相信 想到我可怜的孩子 也许这就是命 命中注定她无法来到这世上 也好 起码如今我在父母身边 活得温暖舒适 总比若干年后才发觉准别人的恶毒 安全的多 安心的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